格林多后书第十三章 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 无论什么事,凭两个或三个见证的口供才得成立 我第二次在你们那里时已经说过 如今不在的时候,在预先向那些以前犯了罪的和其余的众人说 我若再来,必不宽容 这是因为你们愿寻求基督在我内说话的正宴 基督对你们并不是软弱的 相反,他在你们中是有能力的 他虽然由于软弱而被钉在十字架上 却由于天主的德能仍然活着 我们也是一样 虽然我们在他内也成了软弱的 但对于你们 我们却也要由于天主的德能 同他一起活着 你们该考察考察自己 是否仍站在信德上 你们要考验考验自己 难道你们自己认不出耶稣基督就在你们内吗 若不然,你们就是经不起考验的 但我希望你们认清我们并不是经不起考验的 我们祈求天主 使你们不做什么恶事 并不是为显明我们是经得起考验的 而是为叫你们行善 使我们好似成为经不起考验的一般 因为我们并不能做什么来反对真理 只能拥护真理 因为即使我们软弱 而你们有能力 我们才喜欢 我们只求一件事 就是你们的成全 为此 当我还未来到的时候 先写了这些 免得我来到的时候 要照主所赐给我的 那原是为建树 而不是为破坏的权柄 严厉处置你们 此外 弟兄们 你们要喜乐 要勉力成全 要服从劝勉 要同心合意 要彼此和睦 这样 仁爱与平安的天主 必与你们同在 你们要以圣吻彼此问候 这里的众圣徒都问候你们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宠 和天主的爱情 以及圣神的相通 常与你们众人相邪 就会记得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者